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营养学是要上青食 青食饮食要介绍的是地中海饮食 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大纲是要介绍地中海饮食的定义 还有地中海饮食的内容 介绍地中海饮食流行的趋势 那所以我们的教学目标就是要认识 并了解地中海饮食的定义 认识并了解地中海饮食的内容 认识了解地中海饮食的流行趋势 那地中海饮食就是所谓的地中海饮食 是根据美国美约医学中心 依据美国美约医学中心 他们所指出的遵循地中海饮食的人能够活得更长寿 而且能够降低罹患慢性病的比例 也就是罹患慢性病的比例会更低 可以降血压 降血脂 减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有利于骨质的健康 预防慢性疾病 那地中海饮食强调 每餐以植物为基础 地中海饮食强调 每餐以植物为基础 例如以水果 蔬菜 全骨类 豆类 和坚果类 而且橄榄油 用的是橄榄油 油菜籽 油菜籽油 或者是可以补充好的胆固醇等等 就是用这些植物性的油脂 而且大量的用天然的香料来替代盐 而且减少加工调味料 加工食品啊 加工调味料要降低 尤其是禁止一个月内吃红肉太多次 而且每天每个星期呢 每个星期至少要吃两次的鱼肉 地中海饮食的饮食法的特征呢 就是说地中海饮食是一种 现代营养学建议的饮食习惯 其发展的灵感呢 就是来自于南意大利 希腊还有西班牙 这些地区的传统饮食方式 这种饮食的方式的特征 其中呢 就是包括了高比例的食用 橄榄油 豆类 豆类 味精致就是那种味精致化的一个骨类 以及蔬菜高比例的食用鱼类 高比例的食用那个鱼类啊 适当的适度的食用奶制品 通常指的是起司或者是优格 那还有会有饮用一些葡萄酒 以及低比例的食用红肉以及其他的肉制品 这是他的地中海饮食的一个特征 那这样子排出食物摄取的频率呢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排出食物的摄取频率 来表示他的地中海饮食的一个特色 其中呢 就是说在第一阶 包括就是食物呢 是以水果啦 蔬菜类啊 颧骨类啊 橄榄油啊 豆类 和果果 种子 香草植物 也就是每天都应该最多 吃的最多的食物 就是所谓的这个第一阶的食物 那第二阶的食物呢 包括了鱼类啊 海产类啊 每星期两次以上 但是不必天天的吃 这个第二阶的食物 是不需要天天吃 但是平次呢 至少每星期是两次 就是包括鱼肉类跟海产类 那第三阶的食物 就是包括这些 红就是家禽类 蛋类 奶制品 就是属于第三阶呢 我们就是包括家禽类啊 豆类啊 乳制品啊 每星期就是要求 就是一到三次 一到三次 那对于第四阶 第四阶的话 就是包括红肉 像猪肉啊 牛肉啊 以及甜点 就要少吃 这是 这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把食物的摄取的频率呢 把它点出它的重点来 那地中海饮食法呢 就是所呈现的一个特色呢 就是什么都是可以吃 但是呢 应该要吃多少的比例原则 也就是说提供该吃什么之外 还要建立一套 该吃多少的比例的一个指南 把这个比例呢 把这个比例呢 算得比较仔细 那地中海饮食是一种减重效果 最佳的一个饮食 就是在一项以色列 就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研究中呢 针对一群这个上班族啊 他们的一个人士呢 在最初两年 最初的两年呢 进行了三种不同的减重饮食计划 分别利用低脂肪低热量的饮食 还有地中海的一种低卡路里饮食 还有低碳水化合物 不限制热量的饮食 那结果呢 在这三组不同的一个减重饮食计划里面呢 发现利用地中海饮食 来做减重的呢 效果是最佳 它的减重效果表现最好 就是地中海饮食 好 那这个呢 是在去年哦 2012年 是2012年10月3日呢 在发表 发表在英国的一个 药学的一个杂志期刊 那研究地中海饮食 对于减重的一个效果呢 它这个研究以后呢 就是在研究了两年以后呢 有85个参与 参与这个一直持续 有85person的这个参与者 他们呢 一直持续的饮用这样的饮食计划 其中呢 就是发现说 进行地中海饮食 还有低碳的 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人呢 比这个低脂肪 低热量饮食的人 瘦的还要多 而且在研究正式结束以后 接着又接着又有四年 有67person的参与者 依然持续饮食的计划 发现地中海饮食 跟这个低碳水化合物的主别 体重减少分别 就是地中海饮食呢 是3.2公斤 然后呢 低碳水化合物的主别呢 是1.8公斤 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呈现了 那不管是在降低胆固醇 还是减重上面呢 在追踪四年 这个研究 追踪四年的期间 还先以两年的饮食介入 其中先前是 两年饮食的介入 仍然 仍然呢 是有正面的影响 不管是在降胆固醇 还是减重上面 尤其是地中海饮食 与低碳的化合 低碳水化合物的主别 就是 尤其是地中海饮食 跟这个低碳水化合物的主别呢 发现在整个六年时间看来呢 体重减少最多的呢 就是进行地中海饮食 跟这个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一个计划 那分别呢 就是降了 地中海饮食是降了3.2公斤 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呢 是1.8公斤 那坚果类的这个地中海饮食 含有就是含有坚果类的饮食形态呢 是地中海饮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 这是西班牙纳瓦拉大学 他们的一个有一个博士呢 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 花了五年的时间 追踪了7500位西班牙的一个男女啊 他们做了这些研究 那这些人多半是有过重或者是肥胖的现象 那研究人员将他们分作三组 分别吃低脂肪的饮食 强调坚果跟地中海的饮食 以及强调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 那在这个结果呢 这个研究的结果发现除了喝红葡萄酒以外 吃含有橄榄油坚果类 还有新鲜蔬果的地中海饮食 参与者减少30%心脏病的发作 中风或者是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相对风险 有降低30%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研究的结果 再次的确认地中海饮食显著能够降 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 有高风险的患者避免心脏的问题 能够避免心脏的问题 它的效果甚至于比吃低脂肪的饮食还要好 也就是说地中海饮食显著的呢 能够有帮助于心血管疾病 那橄榄油的好处呢 就是说如果是出炸的橄榄油 也就是含有非常高比例的不饱和脂肪酸 对于身体循环的效果非常好 出炸的橄榄油没有经过化学处理 也没有添加防腐剂 保留了充分的保留了橄榄油 橄榄成熟后所含的维他命E 多酸还有抗氧化 抗氧化剂 多酸就是抗氧化剂 植物多酸就是含有抗氧化剂 要记住哦 这个植物多酸就是含有抗氧化剂的意思 那另外呢 就是多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 这个是他的天然成分 这个是橄榄成熟以后 还有很多的油脂 他的油脂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 那地中海的 所谓的地中海的液体黄金橄榄油 是在美国FDA呢 有一个 美国FDA说明了 就是在有限而非结论性的一个科学证据显示呢 由于橄榄油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每天吃两勺 大概呢 有23克左右的橄榄油 是有利于减少冠心病的一个风险 为了获得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益处呢 橄榄油是需要被用于替代相似量的饱和脂肪酸 保和油 而且呢 就是替代相似量的饱和脂肪 并且并不增加全天的卡路里的摄取 也就是说 他这个益处 先决条件下 是摄取的卡路里要一样 只是呢 把橄榄油的替代呢 相当量的一个饱和脂肪 那这样呢 就可以显示出他的好处 那地中海的一个液体房金 就是所谓的橄榄油 对人体的好处呢 真是多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骨类 根豆类 还有坚果类 对于骨类 食用地中海饮食呢 是建议说要全骨类的食物 包括裸麦面包 糙米 还有燕麦等 它们是含有负含膳食纤维 抗氧化剂 还有维生素 这些营养成分 它是有利于心脏健康 还有血液 血液的流畅 还有肠胃蠕动的 的一个好处以外呢 还可以减少 罹患 癌症的一个发生 可以减少 罹患 癌症的发生的一个几率 那整骨类 可以增加主角感 可以减缓 消化的一个速度 可以稳定 泛后的血糖效果 那豆类呢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因为豆类呢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所以呢 其中是以大豆的蛋白 它呢 所含的蛋白质 是一种完全蛋白质 也就是说豆类所 尤其是黄豆 大豆 它所含的蛋白质 是属于优质的 它是属于最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也就是说 它的必须脂肪酸含量是足够的 而且大豆 还有丰富的钙 磷铁 卵磷脂 以及维生素B群 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的部分呢 这个是一个低中海饮食的一个特色 因为豆类的一个食物 它的胆固醇含量远低于鱼 肉 蛋 奶 等动物性的蛋白质 而且含有丰富的纤维质 除了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之外 又因为这个大豆含有丰富的亚麻油酸 还有卵磷脂 那这些呢 亚麻油酸是属于必须脂肪酸 然后卵磷脂呢 又有助于脑部的一个发育等等 是可以促进神经的发展 降低血中的胆固醇 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那坚果呢 坚果类可以帮助这个肠胃道的消化跟排便的效果 坚果食物跟一般橄榄油 植物油植物性的食用油 相比呢 它的营养更多元 除了不饱和脂肪酸之外 还有高蛋白质 矿物质 还有维生素 纤维素等 那便秘的患者吃一点这个坚果类 可以帮助消化 还有促进排便的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鱼类跟这个海鲜类 根据报道呢 海鲜除了味道鲜美啊 营养价值高之外呢 还有一些好处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多数的海鲜 像鱼类跟海鲜类 它的脂肪含量呢 是比那个红肉 红肉的肉类低 而且热量比较少 优质的蛋白质 丰富性呢 接近人体的生理需要 也就是说 它的氨基酸 必须氨基酸含量很高 就是跟我们人体的需要 是很相近的 鱼肉中的蛋白质 人体的吸收率跟可律用力呢 是最高的 鱼肉类的蛋白质 所以呢 就是地中海饮食强调 就是每一个礼拜 至少至少要吃两份的鱼肉类 那鱼油里面呢 还有一种 EPA跟DHA的一个脂肪酸 也就是说 发现 研究发现啊 怀孕期间吃鱼 那么 当中 鱼的这个蛋白质 可以降低 胎儿 胎儿未来呢 就是未来孩子啊 成长以后的孩子发生过敏的几率 也就是说 鱼有含有丰富的EPA跟DHA 这样的一个 EPA跟DHA是一个不饱和脂肪酸 它是非常有利于脑部的发育 可以降低人体内的一个三酸甘油脂 可以增加免疫力 可以预防动脉的一个硬化的一个现象 好 那部分的海鲜呢 会有高胆固醇高普林的含量 也就是说 部分的海鲜 参有高胆固醇的疑虑 曾经就是有些文献呢 说 海鲜呢 有高胆固醇啊 比如说小卷啊 乌贼啊 鱿鱼啊 明虾啦 螃蟹啊 这些呢 尤其是螃蟹 鱼虾 螃蟹含有卵的那种呢 胆固醇含量呢 都很高 就是不低啦 那也是 这个有高血脂症的人呢 特别要注意 不能吃太多 这种 嗯 鱼 这个 螃蟹啊 明虾啦 这些含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一些食物 至于高尿酸 高 这高尿酸血症的人呢 他更要注意 海鲜中的普林值 包括 丝木鱼 白苍鱼 无锅鱼 白带鱼 小管 哈 还有 牡蜜 牡蜜 啊 干贝 等这些食材呢 他的普林值非常高 如果有痛风症的人 更要少吃 也就是说 除了高鞋子 高胆固醇 要注意 螃蟹跟这个 明虾 不能吃太多之外 这种 有这个 高普林痛风症的这个人呢 对于高普林的这个 饮食 这个 海鲜呢 也要减少 好 那地中海饮食 是可以预防失智症的哦 好 就是美国一项大型的研究 发现说 年长的人 采用地中海饮食 如果比平常人 多吃一点鱼类 还有 这个鸡肉啊 橄榄油啊 还有其他富含 这个 Omega3的这种 脂肪酸 这样的食物呢 可以尤其是 又同时 尽量减少吃红肉 乳制品 那么就可以让思考 以及记忆 更加的灵光 有助于帮助 预防失智症 好 也就是说 地中海饮食 可以预防失智症 因为地中海饮食 是强调 多吃点鱼肉啊 白肉啊 橄榄油啊 这些含有 Omega3的脂肪酸 的食物 好 那在另外 对于有一些 中风的研究来分析呢 这边说 研究人员深入的分析 一项大型的中风研究 发现有 一万七千多名 平均年龄是六十四岁的男女 作为观察的对象 收集他们的饮食资讯 发现追踪了大概四年的期间 发现说 采用地中海饮食 有持续的运动 也可以帮助预防失智症 那地中海饮食 可以减少认知的受损 在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 一个博明罕分校的 一个乔治欧 他的一个博士 这个博士 乔治欧博士呢 表示了呢 地中海饮食 可以减少认知受损的风险 建议每一个人 一天最好 见走三十分钟以上 进行重量的一个训练 进行重量的训练 平常也要多多的动脑筋 这样就能够保持大脑的功能 能够保持大脑的功能 可以预防失智症 好 那地中海饮食 对于糖尿病患者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 糖尿病的哦 也就是说 不过地中海饮食呢 是没有办法 有效的保护糖尿病 病患他的心智能力 糖尿病患者 若使用地中海饮食 心智 还是可以维持持续的退化 还是可能持续的退化 地中海饮食 对于不同疾病 或许还有其他的好处 但是对于糖尿病呢 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好 那维持大脑不退化 改变饮食习惯 好 这个是 齐古利 齐古利斯博士呢 指出啊 目前还没有办法 有效的治疗 失智症 可以做的 只是延缓 失智症的病程恶化 对于常年者来说 对于年长者 对于年长者来说 想要维持大脑不退化 最重要的是 要改变饮食的习惯 这个是来自神经内科的一个医学期刊发表的文章 这样说明 也就是说 要维持大脑不退化 对于年长者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饮食习惯 就是才能够有效的治疗 失智症 延缓失智症的病程恶化 地中海的饮食里面呢 我们今天在这边做了一点介绍 把这个早餐 从早餐午餐晚餐一直介绍哦 它的内容 来我们来看 迎接一天的活力是从早餐开始 早餐呢 是必备的 在地中海饮食中可以吃一些有饱足感 富含纤维的食物 例如蓝莓 优格 苹果 和全骨 杂粮类的面包 因为高纤维 低糖的一个地中海饮食 是不容易昏昏欲睡的 所以呢 地中海饮食适合 这个早餐非常适合的 那地中海饮食的午餐呢 在午餐部分 地中海饮食的心脏呢 就是地中海饮食的午餐了 一般呢 就是非常重要啦 午餐是非常重要 就要有新鲜的水果 蔬菜为主啦 比如说就会有小黄瓜 橄榄 还有柑橘等等 那这些呢 是含有抗氧化物质 维生素 能够点亮下午的失去 而且主食类呢 我们可以来一份西式的 这个玉米薄饼 玉米薄片 这样子 玉米薄饼 那么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 也就是说 你可以用玉米薄饼 来卷 卷入什么呢 生菜沙拉 把你要吃的生菜沙拉 放进来 再加上一个鱼片 那这个生菜沙拉 玉米薄饼 捡入像蜗具 这样的一个生菜沙拉 还有小黄瓜 橄榄啊 或者是 掐一些柑橘片 进来 再加上鱼肉 鲑鱼 烟熏鲑鱼啊 或者是新鲜的 生鱼片啊 鲑鱼片啊 最重要的是 不要添加过多的调味料 也就是说你这时候可不要放了太多的沙拉酱啊 生菜沙拉酱这些 最好就是用油醋酱 橄榄油醋酱比较像是地中海饮食的一个午餐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地中海饮食的晚餐 那晚餐呢 我们可以来份意大利面当作主食 可以提升口感跟美味的番茄酱 就是最好的调味 因为番茄酱就是用天然的番茄去熬煮 成为番茄酱的 所以呢 这个天然的番茄酱是最好了 然后再加上鸡块 鸡块呢 就是属于白肉嘛 然后再加上生菜沙拉 充满了蔬菜水果 这就是最好的开胃菜咯 然后再来最后 饭后我们就可以吃个红酒 半杯的红酒 如果酒量允许 我们可以喝个半杯的红酒 不允许的话 四分之一杯红酒就好了 对于心脏血管是有相当的帮助 好 也就是葡萄酒可以喝个25毫升到30毫升 来对于心脏血管有帮助咯 接下来我们要说明 地中海饮食是着重多鱼肉 少多鱼肉少红肉 每周呢两碗改成吃素 那地中海的饮食最重要食材要新鲜 现做现吃 比如说饮食中的肉类呢 就是鱼肉类 以鱼肉类为主 这个鱼肉呢可以是 鲜鱼啊 金枪鱼啊 匪鱼啊 还有这个鲑鱼 还有这个沙丁鱼 那这些鱼肉呢 含有这个Omega3的 Omega3的脂肪酸 饭后甜点 我们可以用奶酪或者是水果 当做甜点来点缀 用这个水果点缀甜点 也就是说奶类奶酪少一点 水果多一点的甜点 那地中海饮食中的肉类 我们是以鱼肉为主 鱼肉啊或者是白肉 因为鱼肉白肉呢 远胜于牛猪羊等红肉 每星期可以挑两个晚上 特别挑两个晚上呢 为自己准备全素的晚餐 可以帮助自己整理一下肠胃 净空一下 就是让自己的肠胃呢 能够只吃蔬菜水果 这样的植物性的食物 来做一个清肠胃 让自己环保一下 也对地球的环保有一点贡献 好 那要如何正确的于自助餐用餐 使用餐时啊 在这个部分 因为很多人常询问过我 所以呢 我在这边特别要举例说明 要如何正确在自助餐用餐呢 使用餐时的次序 就像在吃西餐的套餐这样的次序就对啦 它的次序是什么呢 可以先吃生冷的这个生菜啊 沙拉啦 蔬菜啊 水果啦 然后呢 再喝汤啊 或者是喝个热汤等等啊 或者是喝一点饮料啊 这些都行 总之 先吃生菜 沙拉 蔬菜 水果 吃完了之后呢 因为在自助餐你是慢慢吃吗 你可能会吃个两个小时 那你如果吃这些 生菜啊 沙拉啦 水果 可能呢 就在一个小时 大概就会进空了 它就会从胃里面进空 那么就会 这些生菜 沙拉跟水果 就会从胃进入了小肠 这时候进出空来 你就可以再继续吃 吃冷盘高价位的生鱼片 生蚝 螺肉 冷盘 记住哦 冷盘跟热食要分开 我看很多人呢 在去吃自助餐的时候 又有冷盘的菜 又有热食 这是 请注意啊 要把冷盘的菜跟热食要分开的 那每样菜 摇呢 都可以少量的取用 第一次嘛 就少量的吃 平一平一平 然后呢 并且适当采用适当的量 自行摆盘 要注意哦 把这个摆盘摆得赏心悦目 虽然是自助餐 但是呢 也要让自己能够赏心悦目 所以呢 你可以自行摆盘 那每道菜呢 应该要细嚼慢愿 慢愿啊 每道菜应该要细嚼慢愿 然后拿适当的量就好了 喜欢吃 第二轮再去拿来吃 这时候再细细的品尝 请注意 不要浪费食材 吃多少 拿多少 适量的取用 最后再吃这个 甜点啊 那些饼干 甜点 以及冰激凌 注意哦 因为饼 饼干 甜点 冰激凌 这些东西呢 可能反式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啊 热量比较高 油脂比较高 适量就好 少少的吃就好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立题 那何谓地中海饮食呢 地中海饮食强调的就是说 就是食材要新鲜 采用橄榄油 然后要合果类 坚果类 每天呢 就是说白肉 取代红肉 多吃合果类 那换后呢 还可以吃一点什么 葡萄酒啊 之类的 那总之地中海饮食呢 特色就是 低盐低油 低胆固醇 与鱼肉为主 整骨类为主 这样子的特色 然后呢 是采用这个地中海的 比如说希腊啦 埃及呀 那些地区的饮食 他们呢 西班牙那地区的饮食 证实他们可以比较长寿啦 他们长期吃地中海饮食的人 比较长寿 所以呢 我们就通称他们的饮食 叫地中海饮食 他们强调的就是 生菜沙拉 橄榄油 以及坚果类 还有呢 就是整骨类的饮食 低油低胆固醇 低热量这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介绍 例题二 地中海饮食的内容 有哪一些 地中海饮食的内容 就是说 它是强调比例原则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鱼肉类呢 替代于红肉 把红肉少吃一点 鱼肉多吃一点 整个比例呢 是有改变的 那蔬菜水果呢 量比较多 整骨类比较多 整个呢 在在于一个饮食里面呢 蔬菜水果含量比较多 而且都是新鲜的蔬菜水果 然后采用呢 是白肉 还有和果类 就是油脂类呢 我们是采用橄榄油 Omega3的油 橄榄油啊 还有多吃一些 坚果类啊 这样子 那新鲜的蔬菜水果啦 整骨类啊 燕麦啊 或者是荞麦啊 这些 整骨类为主 好 那 第题三 利用饮食改善国人慢性病的问题 有哪些 就是利用饮食改善国人慢性病 比如说国人就有什么高血压啦 这样的问题 心血管疾病高血压 中风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多多的宣导 采用滴油滴滴胆固醇的这种 滴中海饮食来强调就是 降低红肉的摄取 以白肉取代红肉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降低中风的风险 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用整骨类 像整骨类啊 它的膳食纤维比较高 那就可以有效的控制血糖 这样子呢 也可以改善这个 糖尿病的问题 那至于有所谓的那个老人失智症的问题呢 我们呢 就是说采用地中海饮食 就是可以有效的改善 因为和果类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 不饱和脂肪酸 还有一些钙质啊 以及一些维生素B群等等 都是可以有效的改善 国人慢性病的问题 好 那橄榄油哪有哪些好处哦 橄榄油本身含有 含有所谓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因为它所含的是一个 Omega3的脂肪酸 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 那橄榄油本身呢 如果是天然的橄榄油呢 就含有一些维生素B群啊 多酚啊 多酚就具有抗氧化 那抗氧化呢 就可以抗所谓的就是老化的问题啊 那还可以避免所谓的中风 还有这个失智症的问题 就可以改善 好 那摄取核果类有哪些好处 核果类啊 像这个坚果嘛 坚果类啊 核桃杏仁花生米 这些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而且它是天然的 又有除了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之外呢 还有膳食纤维也含量高 维生素B群 还有多分类都含量比较多 那这些好处呢 就是可以有降血压 降血脂 替代那个不好的这个胆固醇 还有 还有可以预防老人痴呆症的一个好处 这些都是一个核果类的一个好处 那这个是可以预防慢性病啊 这些 那本章呢 最后我们要做一个总结跟回顾 本章已经认识了解地中海饮食的定义 而且认识了解地中海饮食的内容 本章也介绍地中海饮食的流行趋势 因为呢 这个慢性病人口多嘛 所以我们就想尽办法把地中海饮食推广到国人 介绍给国人 让国人呢 能够饮用地中海饮食的 使用地中海饮食来减缓老人失智症 或者是降低中风 或者是心血管疾病 疾病罹患的一个问题 好